说一下华人在美国这边找什么样的工作比较适合自己吧 我主要指的是底层华人 如果是那种中产以上的呢就不用说了 底层华人到了美国大体上一般就是从餐馆开始起步 餐馆工作特点呢就是有些餐馆呢会提供住宿 但是住宿条件不太好 一般是几个人住在一个屋 也有个别的外州的外州指的是加州之外的 有些外州的一些饭店在招人的时候呢会给员工提供单家 都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因为在饭店打工嘛 所以吃住对吧 如果他提供免费的住宿呢 吃饭肯定是免费的 除非说你这饭店上班一周有一天休息 这天休息的时候呢需要自己做饭或者买饭吃 在饭店上班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在饭店吃嘛 所以对于刚来美国的朋友呢 个人建议呢在饭店打工可能好一点 指的是那些来了美国没有钱的这些朋友啊 就是像我这样的没有钱的 不过我因为也吃不了苦吧 所以我来美国之后并没有这个老外闯红灯被我发现了 我并没有去找那种饭店包吃包住的这样的工作 觉得自己吃不了那个苦 对于能吃苦的呢 我觉得找这样的工作至少不用交住宿费 而且吃饭也免费嘛 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 只不过如果在饭店做后厨呢 会比较辛苦 我比较怕的是饭店后厨 换气扇 那个噪音特别大 我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造成耳聋 因为在美国这边厨房 饭店的厨房 它换气扇的声音特别大 油锅呢好像还好 油锅呢偶尔有的时候可能会被烫着 我在美国这边 现在租这个房子一位香港的先生 他还跟我讲说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在饭店的厨房打工 他的胳膊都被油烫伤了 我是不太喜欢饭店后厨的工作的 一个是换气扇的声音特别大 对耳朵不好 另外一个洗碗呢 接触水 时间长了会不会得风湿啊 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为了赚一点小钱 把身体搞坏了 也许是不值得的吧 这是饭店的工作 对于按摩的工作呢 我总觉得按摩工作我也没有做过 实际饭店的工作 我在饭店做过 但是主要是做服务员 然后洗过一次碗 就是洗过一天就不干了 觉得干不了这个活 洗碗节奏太快了 而且弄得浑身湿漉漉的 在厨房里啊 不过也行吧 也算感受了在美国 洗碗的这样的生活 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吧 因为以前来美国之前 总是听着 这个人在美国 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中国的演员 叫陈冲 一位女士 他到美国之后 据说也在餐馆打工 包括当年在李小龙 来美国的时候呢 最开始也是在餐馆打工嘛 所以在美国这边 餐馆打工 也许是好多华人 要经历的一种人生历程吧 包括我们以前律所的那位主任 他在美国也在餐馆打过工 算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一个起点吧 对于按摩呢 我本人是比较 心理上可能有点障碍 也曾经想过去学按摩 但是一说按摩 接触别人的身体 觉得有点别扭 如果给异性按摩还好一点 如果给同性按摩 总觉得别别扭扭的 另外一个说 在给别人按摩的时候 手接触别人的身体 是不是会有一些细菌或者真菌 对吧 总是觉得有点别扭 对于在这边 理发呢 其实也是 理发呢 跟按摩可能有点像 按摩呢 可能会接触 人的身体 理发呢 其实也接触身体 以前在这边 也有朋友在理发店工作 然后每天接触那些 染头发的药水什么的 其实都有毒吧 然后就觉得手呀 或者前臂呀 都比较痒 因为它是 每天给别人染发呀 洗发呀 对吧 也接触这些化学制剂 包括做指甲 以前我记得凤姐 有一个视频说 在美国这边 比方说给别人做指甲啊 这样的 他们每天吸入大量的这样的 有毒的这个气体 时间长了 把身体都弄坏了 凤姐也说 有好多好多华人在美国 这边饭店做服务员 因为总站着嘛 时间长了 这个腿呀都静脉曲张了 然后干了几年就干不动了 虽然说在饭店做服务员 会有一些小费的收入 但是呢 好像做几年之后呢 把腿都弄坏了 这也挺不容易的 我在饭店那边 做服务员做了一段时间 后来觉得 做服务员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互相也是有点 像国内的 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呀 或者说 互相 彼此背后说这个说那个呀 后来我就 跟老板要求说不做服务员了 晚我洗不了 觉得在厨房这么大的噪音 而且厨房 这洗碗特别潮湿对吧 对身体不好 然后我就要求去外面派单 派单就是拉客啊 就是对饭店做宣传吧 有路过的人呢 给他发一个彩页啊 说我们饭店有什么什么菜 吸引他们来 这边来消费啊 我觉得这个活比较不错 虽然在外面派单 赚不到什么小费 但是比较省心 没有那么多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 派单这个工作的啊 有的时候虽然赚的少 但是省心 然后有一种 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品质 就还挺好的 所以呢 如果就我个人的观点呢 我不是 首先我不建议朋友们在厨房做啊 因为厨房时间长了 既然我所说的 对耳朵肯定是不好 我我在想 如果我到 这个老外爷闯红灯了啊 闯红灯了看 抓到现行了吧 然后 如果假定我迫不得已 我必须在厨房 做工的话 我会用两个耳塞 把耳朵塞住 而且我也买了耳塞 买了一瓶 一瓶耳塞有好多个 好几十个啊 这个老外爷闯红灯 被我发现了 看 闯红灯抓现行啦 然后需要拿耳塞 把这个耳朵塞住 这样才能保证 耳朵以后不沉 耳朵沉呢 就指的耳聋嘛 这样的 时间长了 对吧 那肯定会 对听神经有损害嘛 对于一些 类似于白领的工作啊 比如说每天对着电脑啊 这个工作我也不喜欢做 因为自己的眼睛有 绯闻症啊 就是看东西 应该叫玻璃体浑浊吧 就是看白色的墙壁呢 好像上面有蚊子一样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啊 他是因为他们是设计一些稿件啊 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 在文件在秘书写完之后呢 领导要审阅嘛 缓解的领导 要缓解干部 缓解领导要审阅 然后呢 结果他就发现了 就是说他差不多熬夜吧 熬了一宿 熬夜之后呢 第二天他也是发现了绯闻症 我的绯闻症呢 也是帮着一位北京的 一位律师朋友翻译资料 也是熬夜 熬了一宿 第二天白天睡觉啊 因为晚上 翻译资料嘛 然后第二天白天睡觉啊 第二天白天睡眼觉之后呢 发现眼睛有绯闻症了 所以现在我是肯定不会去做那种 每天对着电脑的工作的 我肯定会更喜欢那种 轻微的体力劳动 如果是重体力劳动呢 可能对关节不太好 我觉得这种劳动保护是很重要的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在好多年以前 我们当地呢 有一个工厂啊 是叫棕尾厂 就是大体用那个猪棕 去生产什么鞋刷子之类的 当时呢 有一个工人啊 我记得他姓高 以前在军队工作啊 后来从军队离开之后呢 到这个工厂上班 他那个在上班的时候呢 需要用那个猪棕 需要抱那个猪毛 往这个流水线上放吧 结果呢 他年轻嘛 然后呢 也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太爱惜 也不戴口罩 完了后来 时间长了呢 他的身体应该就 对吧 肺 估计就得这个 对吧 沉肺啊 沉肺病啊什么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工作 有那种粉尘的 如果不注意劳动保护呢 时间长了 这个肺啊 肺功能就会很弱 所以我建议朋友们 无论是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都自己多加小心吧 我们有一位亲属 是一位女士啊 她以前是 在国内的一个工厂工作啊 她是属于技术工人吧 技术工人她 有的时候会用砂轮 有一次用砂轮的时候呢 那个砂轮裂了 砂轮突然 高速旋转的砂轮 裂了之后呢 然后其中一个碎片 把她的眼睛打坏了啊 一个眼睛失明了啊 所以其实挺可怜的 其实当时如果她 能够戴着一种 安全的一个面罩 你看这个门口 这位女士就是派单的啊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活 你看门口这位 洋人美女就是派单的啊 她给过往的人 送一个免费的这种赠品啊 这种免费的小包 小包装的这种化妆品啊 这样的 这个活比较不错 不需要去 不需要看电脑 然后呢 这个老美坐地起来 不怕凉吗 老美的火力真旺啊 老美 哎呀 这个孩子 这孩子不冷吗 这孩子 所以说 这种工作 选择上 不能凭一时之血气 然后去忽略自己身体的 所经受的这一切吧 不论是粉尘还是噪音还是超湿 以前我们在读研的时候 一个女生 她说她在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她的宿舍离水房 跟水房就隔着一个墙壁吧 她那个床位呢 也跟这个水房就隔着一个墙 然后后来她就得了风湿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对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可能更想去做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 这样可以有一个健身的效果 让自己的关节呀 血管啊 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觉得 如果为了去获得某一个职位 或者为了所谓的短期内多赚多少钱 然后把身体弄得早摔 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 如果你在同龄人里边 如果你显得年轻 当然有这种基因的或者遗传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这种对生活的 对工作的态度怎么样去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不能为了赚钱而赚钱吧 对吧 就是有些活 有些工作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 这样会更好 这样会不让你觉得是一种煎熬 如果单单我做这个活 就是处于一种熬着 这样的再赚钱 就不一定太值当 对于在美国这边的装修呢 我也没做过 因为自己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自己属于对文字的把握还行 让自己写个文章啥的还可以 但是如果让自己动手去做什么 对自己太难了 所以我很自觉的 去回避了这样的工作吧 就不去考虑比如说学着去做装修呀 或者学着去给人家做按摩呀 因为按摩这个本身自己也不太喜欢 这个工人在这溜缝了 按摩这个活本身 像我刚才所说的不太喜欢嘛 就是因为接触人的身体感觉很别扭 就不像说那种比较简单的 就是不跟人的身体发生接触的这样的工作 大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装修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装修其实对身体也是有一些损害吧 因为装修的时候接触油漆呀什么的 对吧 而且接触一些工具呀 装修的工具呀 电钻什么的也容易受伤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可能更喜欢这种 简单的这样的工作吧 虽然赚的少但是省心 而且这样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 主要是精力吧 有更多的精力呢 用于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上来 比如说自己比较擅长的比较喜欢的 可能是做一些视频 写一些文章 分享一下在美国这边的生活 然后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美国这边老美他们 你看这个老美穿的衣服 这个特别谢宴的这样的衣服啊 这位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吧 做频道呢 好像就属于自媒体吧 现在也是网络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 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啊 上次视频里所说的 七十年的时间之后呢 也相当于 你交的税呢 也可以再买第二套房子了 然后 今天呢 就有朋友留言啊 说那你说的不对呀 那你如果租房子的话 那你租七十年的房子 租七十年房子前 也可以买一套房子啊 哈哈 我是对啊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很难用 这个一种数学的方法来计算 只能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吧 经济方面的情况 还有这种对生活 选择城市的情况 选择在哪个城市定居 我总觉得如果说 你确定在这个地方定居了 然后再考虑 买房子的事情比较好啊 这是我的观点 如果没有确定 在这个地方定居呢 比如说你不太喜欢这边的气候呀 或者 你不太喜欢这里的人文呀 就没有必要去着急买房子啊 这是我的观点 反正对这个问题就 先不提了吧 这个问题是 有点太复杂了啊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是怎么说呢 没有钱的人就 不要谈在美国买房子的事情吧 所以呢 就不操这个心了 这个是扔那些毒品的针管用的啊 这是旧金山的电车 这是比如说美国这边有些吸毒的人呢 在吸毒之后呢 把这个针管呢 就顺着这个桶扔进去啊 这样的 旧金山这边 气候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唯一好的就是 气候真的是非常不错 这边的人文环境好像也行吧 好像也比较 人们生活压力好像 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太大吧 昨天跟一位 在北京的一位朋友聊天 实际也跟他以前也不认识啊 是他突然加我的微信 然后说什么什么事 我说不对啊 我说你是不是加错微信号了 然后他说对啊 他又把他们这个同事 发给他的微信号 又转给我 我说对啊 这是我以前北京的手机号啊 怎么怎么 我说这个号我一直在用啊 这个号我做的挺机宝号 我交了钱了 不知道怎么 可能弄错了吧 然后跟他交流了一番 他已经在北京定居了 他说在北京生活 感觉压力挺大的 那我说对 我说在美国这边压力 其实也不小啊 各有各的压力吧 各有各的好处 所以工作方面呢 就是这样 不管你选什么样的工作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 要考虑的就是 我一再强调的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体 作为一种代价啊 如果这个工作 如果能够让你感觉到快乐 或者感觉到一点点兴趣 并且并不是那让你身心俱疲的啊 不是那种说要把人累死的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啊 现在已经不像以前 那么物资那么匮乏啊 需要用拼命的去赚钱去活着啊 可能大体上 尤其是在美国这边 找一个大体过得去的 对吧 不是太累的工作 就能活得很好吧 我觉得啊 至于这种生活的这种焦虑感呢 我觉得其实完全 没有必要过于起人忧天啊 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赶着来吧 有的时候所说的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也有一定道理吧 啊 这是我的观点 你看这边是 工地上工人在 啊 这叫塔雕吧 啊 这样的 现在 旧金山这边云彩比较多 这边是夏天 没有雨 但是天气冷了呢 到了冬天呢 或者秋天呢 就 会有一些雨吧 啊 是这样的一种气候 啊 所以每天觉得 能够有一些身体的一个锻炼 是很重要的啊 这种身体的这种 逐渐的变坏 一开始呢 可能并不会有明显的察觉啊 当你有察觉的时候呢 往往不感叹了 就好像一个人的青春啊 当你 拥有青春的时候呢 你往往是浑然未觉 当你失去青春的时候呢 这个人闯红灯了 又抓了闯红灯了 当你失去青春的时候呢 对吧 你才意识到 这个 是吧 所以说青春是 只是用来缅怀的 而且人的青春 或者人的这种 无论是男人的帅 还是女人的漂亮 其实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因为人很快 就变老了 而且 有一些事情 特别急 等不得 没有办法去等 总想着说 用一生的时间去等待啊 或者怎么着 我觉得那只是 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啊 在真正的生活中 一定是 特别特别快的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做完这个事情呢 就会有下一个事情啊 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 所以呢 一定要知道 生活呢 就是需要 很快的 我们去不停地去做啊 很多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处理 没有办法 总是停留在某一个点上啊 这是 没有什么必要的啊 至于其他的工作 在美国这边 如果能够 英语 如果能够 稍微好一点呢 做的工作内容呢 可能相对 对吧 选择面就更广一些 因为本身 华人呢 到了美国 汉语是母语啊 如果英语呢 能够作为工作语言呢 那么选择 选择面就广很多 尤其是做这种 跟华人 有一些交集的这样的工作 会更有仁有余吧 这是 我的建议吧 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 不要太累 然后也不要太闲 如果一个人太闲了 那么其实老得也快啊 一个人太累 太闲 都会老得快 就是保持一种 动态的平衡 不要太累 也不要太闲 让自己的关节 身体 血管 韧带啊 各个部位呢 处于一种 一种动态的 一种不断地活动的 这么一个状态啊 这样的不断地每天 有一个比较好的 新生代谢啊 这样也许是 比较正确的生活方式吧 其实很难说 每个人 他 所遇到的机遇 或者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 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杆去套 如果说有的话呢 那就是结合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这种 内心的承受力 年龄 经历 各方面呢 然后去 确定自己 真正想要的生活 真正想要的工作 是什么样的吧 大体上就是 自己让自己解放吧 然后不要给自己 有太多的这种束缚啊 尤其是 你看这个人闯红灯 尤其是 在美国这边呢 相对 所受的约束 少一点 所以 没有必要 自己给自己加 太多的压力吧 当然有的时候 人活着是 考虑家庭 然后 对吧 考虑 比如说 上有老啊 下有小啊 怎么着 但是也要不要忽略了自己 真的 我觉得 有的时候 像有一些人 他想着说 要赚很多钱 然后 给孩子提供一个 更好的 一种条件 或者说 给父母提供 一个更好的条件 但是到后来呢 突然发现 也许是赚到钱了 但是自己的身体 弄坏了 或者自己 对吧 以照镜子呢 发现自己已经非常憔悴了 觉得自己有点 对不住自己了 也不止 也不止当 也许是要保持一种 均衡 就是对自己 也要稍微好一点 然后呢 只有把自己照顾好了之后呢 才可能有更长久的 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或者这种心力 来照顾好家人吧 这是我的观点啊 也是经过不断修正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人不可以自私 但是呢 也不可能 也不可以完全的没有自我啊 要不要忘了自己啊 就是说自己身体在这强撑着 但是你也想着去赚钱 去攒钱 然后去给家人去 对吧 创造一些好的条件 我觉得这种 这种好像不太人道吧 就是说 这种人性 或者这种人道呢 不单单是对周伟人的人 对自己也要有这种关爱吧 我不建议那种 说完全把自己牺牲了 对吧 我不是太建议啊 或者说如果 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呢 请不要这样做 当你的条件 稍稍改善一点的时候 我指的是经济条件啊 当你的经济条件 稍稍改善一点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去 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吧 去提高自己的这种 新性的修炼吧 有很多人他 赚到了钱 但是呢 他还是觉得 自己 就是说他兜里的钱多了 但是呢 他还没有去 让自己的这种 思想层次 同步的提高 其实按说 对吧 就这也是所说的一些 什么 无论是爆发户 还是一些 对吧 有些人所说的 什么小人得志 可能小人得志 可能更多的 就像于他们是 外在的这种财富 有了钱了 突然的 对吧 这种外在的 这种物质的拥有 跟他内心 这个层次的提高 那不成 不成比例吧 这个是很可悲的 所以 有的时候 多读一些书 多思考一些 多 反省一些 也许是正确的 一种方式吧 这个是超长的 一个滑板 这个滑板 这个老外设计的滑板 挺好 还带着一个小风车 所以美国人 这边有些 他们的生活 设置的是 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 好像并不是 太拘泥于某种形式 就是完全有自己的 这种着装风格 你看他们 这个老美 这样的 他们穿这个衣服 或者怎么着 我觉得这种状态 也许是对的吧 这样的去体现 自己的个性 然后呢 彼此呢 都也保持一点的 一定的距离 保持一定的 这样的 给彼此一些空间 我觉得是对的吧 在中国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时候会 比较观众于 人们穿什么衣服啊 或者拎什么包啊 什么的 这种相对多一点吧 我记得 我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在北京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老家 来了 也算 就算朋友吧 然后呢 我陪着他 在北京溜的 当时我穿的鞋呢 就是随便的一个 老北京不鞋 而且那个鞋呢 都有点 有点变形了吧 然后 我在给他介绍 北京的风景的时候呢 我注意到 那个人在悄悄地 拿眼睛 瞟我的鞋 哈哈 我记得也挺有意思啊 也许这是 不同的 关注点吧 有的人呢 他是关注于 这种 这种风景呀 或者关注于 这个社会周遭的 这些变化 但有些人呢 会通过你的 穿的衣服呢 然后呢 去判断 然后你 怎么怎么样 周市长 舅舅周市长 这什么意思 财政 啊 这是 Thank you Thank you 看不太懂 什么舅舅周市长 什么意思 不太懂 他们在搞什么宣传 啊 在举着一个牌子 在宣传 所以美国这边 也是这样啊 好了再见了 就说这么多吧 好了再见了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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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